去年坦克两项赛宣传片片头,今日,一年一度的国际坦克两项赛,又在俄罗斯来开了序幕。 作为这项PG2外贸宣传赛的杂场专家,中国队也和去年一样,带来了96B型主战坦克。 但是有细心的居民发现,和去年不同的是,今年参赛的96B坦克,并没有安装自动胶炮装置。 但是,红圈哪个小部件,就是此次被禁用的自动胶炮装置。 众所周知,在经历了长途运输和高强度机动后,坦克炮的炮管轴线与瞄准轴线会不可避免的产生偏差,影响射击精度。 同时,在开炮后,坦克炮自身微小的热变形也会影响弹道。 因此,在有条件的情况下,坦克往往需要先笑炮,才能发挥出应有的射击精度水平。 今年参赛的96B坦克并没有安装这一装置,但是在2016年,还是人行车状态的96B首次参赛时, 俄方却没有给中国队足够的笑炮失去机会,这让96B在首轮比赛中,出现了三八全空的严重失误。 96B新进阶射击,2017年,还装有自动胶炮装置,这明显是毛次裁判对中国队家的debuff。 因为前两年的比赛中,中国队在主炮设计项目上,一直占有巨大优势,对俄罗斯队的夺冠和TG2B3系列坦克的声誉构成了巨大威胁。 进入设计位置的96B坦克,而中国队支一线长一致,在2017年的比赛中,将原本安装在99A型坦克上的自动胶炮装置,一直到了96B上。 这一装置,能够让坦克炮在较少校炮甚至不校炮的情况下,依然拥有相当优异的精度,飞翔的96B,于是,尽管校炮次数没有增加,但中国队的命中率依然拔得头筹。 当俄方意识到中国队居然新配了这一力气后,立刻要求中锋停止使用,理由是其他代表队的坦克都没有这一装置, 他的出现影响了比赛公平,今年的比赛,96B自然也不能带上这一黑科技了。 或许,俄罗斯裁判觉得,假如在战场上遇到有优势装备的对手,他们都会自觉的把俄军没有的黑科技拆了。 或者说,毛泽军的自动叫炮,也是坦克比赛中的锁头话。 这已经不是俄方第一次以维护比赛公平为由,对坦克大赛中的中国队下半死了。 在2014年的首次国际坦克两项比赛中,俄罗斯队的T-72B-3M使用的是1130马力茶油机。 其功率远远超过其他参赛队使用的T-72B-3坦克840马力和中国队的96A坦克780马力的发动机。 此时俄方从未指出有什么公平性问题,96B在赛场上灵活飘移,硬是把坦克开出了散车的感觉。 但当2015年升级发动机的96AE坦克参赛后,由于感到中国坦克明显提出,俄方突然要求中国队上报坦克攻中比,以保障比赛公平。 在2016年中国96B型坦克参赛时,俄方甚至强制要求中国队给坦克汉上配重快,防止跑得太快,却类是俄方要求加装的配重坦克履败。 实际上,俄罗斯在坦克大赛中的种种互短导也不是因为虚荣心。 众所周知,当前俄罗斯外贸相当于重均火贸易,而T72系列坦克的销售和升级技物更是其中的大头之一。 估计坦克两项大赛,就是T72坦克在实战之外最好的宣传平台。 科威特队的T72坦克在飙车时翻车,看来某些操作并不是想学就能学的,不过让俄罗斯裁判们措手不及的。 恐怕还是去年,印度参赛队带来了现役的T90S坦克,大游和中国队一决高下之势。 然而很可惜,印度队的坦克,竟然在最后一圈,则最后一个坡道上抛锚了。 由于备份坦克都已上场,最终印度参赛队,只得坦克离场,一同被告臭名声道,还有当时正在热卖的T90S坦克,科威特的炮管差的。 而到目前为止,在所有参赛队中,仅有中国队不使用俄之坦克,这让俄方不得不为咱场子,则可能感到忧虑,丢了冠军是小,吓跑了买家是大。 一水的T72,为了振兴俄罗斯经济,爱国敬业的毛次裁判,也只能厚脸皮一回了,这也就能解释,为什么在空降兵大赛等部直接,设计俄方外贸武器的项目中,中国队强能夺得冠军。 96B,看我不顺眼,就弱我,人穷枝短,国穷酷短,这大概就是坦克大赛中,俄罗斯裁判们内心的真实写照吧。 更多有趣好玩的军事文章,视频,图片,电影,游戏,请关注军武自卫面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